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当我们的救世主在我们当中的时候 所有的语言都会在一起来敬拜祂 我很喜欢耶稣问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 到底要在这座山还是在那座山来敬拜 那就好像她当时在跟她要产生一个神学的争论 那耶稣就说呢 有一天真正爱神的人不会在这座山也不会在那座山敬拜 他就说那些敬拜神的人会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 所以真的是很奇妙我们不同背景的这样的不同种族的人能够一起来敬拜祂 所以我们要来到这个周末这个祝鹏节的庆祝的一个尾声 有谁也有参加之前的几个聚会的 请举一下手 所以有一些人有参加 有一些人还没参加 今晚就是我们要结束祝鹏节的时候了 它是从过去拜天的那个日落的时候开始的 所以过去这整一周呢 那些犹太人还有这些外邦的信徒 也有许多在庆祝这个节日 那我听到我有一个在加坡的朋友牧者呢 在谈到在加坡这个周末 有许多的教会他们也在忙碌地在庆祝的这一个节日 那不单止我们来到这个周末的这个时候 我们要来到一个结尾 是关于整个的对这个节期的总结 当我们进入到这个日落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就进入到了节期最大的这一个时刻 在希伯来文 这个意思就是伟大的救恩这样的意思 那这个也是我们在这个陀拉这个律法书里面得着欢乐的这样一个时刻 那这个是关于摩西五经 但是更贴切来说 其实它是讲到神的一个对我们的指引 那我们第一场的聚会呢 我们谈到这个约翰福音第七章 还有这一个火水 那我们呢就很深刻地进入到了当时耶稣他在节期末后的这个最大的这个时刻 他怎样的大声来呼喊说 你们那些干渴的人都要来到我这里来得着火水 那接下来呢 我们又谈到了这个很奇妙的现今那个以色列民他们不断地回归 还有看到以色列帝的一个不断地复苏 那这个今天的下午呢 我们谈到了这个所有的神的节期 那我们看了他的整个重要性的一个总体的一个观念来看他们 他们是怎样已经有成就的 还有一些还没有成就的地方 也是关于神要透过这些节期 这些命定的时刻 他要做什么事 那我建议你们如果你们有那个缺失去聆听这几场的信息的话呢 他们都有被录下来 那你们之后可以去购买 那我现在呢 就想把这一些所有我谈的都把它联系总结起来 也跟大家谈到这个以色列的复苏是跟第二次耶稣再来的这个连结关系 其实我在过去几场信息都有稍微地去触碰到这些的信息 但是呢 今天我想现在这个时候就是聚焦在这个环节 谁相信我们现在已经在末世了 我看到你们大部分人已经举起手了 但是我觉得你们可能有的人还需要去引导确认这个信息 但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们 那到底是有什么让你们觉得现在这个时期跟过去几百年的人活的觉得现在这个时期跟那时候不同呢 那已经有许多代的人他们都说 主很快就要回来了 甚至每一天都可能 但是呢 他都没有回来 那到底是什么让我们现在身处的这个年代比其他时代更加的特别呢 那那个答案其实很大的程度是跟以色列有关的 那我相信是这个以色列牛顿这个有名的这个物理学家 这个科学家 我知道他其实是一个真正的信徒 因为他对这些数学他很感兴趣 所以他也很想从中研究出来 到底这个救世主什么时候会回来 那这个以色列牛顿呢 他其实是在这个十八世纪的时候 当时的一个人 那时候我那时候发现他算出来了一些耶稣会回来的时间 那在他的发现里面呢 他发现那个要耶稣再次回来的时候呢 首先需要神的以色列名回到以色列 那这是一个很特别的 这个七十年前是没有人会这样讲 其实七十年呢 在这个历史的洪流里面是一个很短的时间 那所以在如果我们的父母的那个年代 在谈到说主他快要回来了 那这是不可能的 不确切的 因为当时以色列这个国家还没有复国 那但是今天呢 以色列他又重新的成为了一个国家 那过去的七十年甚至更久之前呢 我们就看到许多的这些以色列名回归到以色列 那我觉得这个2016年2017年是一个很关键的这一个突破点 对于犹太的百姓来说 我具体的那个年份我不记得 但是就是从那一年开始呢 住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开始比在犹太外面的地方的以色列人要更多了 那当我们看见这个以色列名 他们不断地在回归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复苏的时候 他们以色列这个国家又再次赶上来国家的前面 那我们读这个以色列的先知们 他们所写的内容的时候 其实他们谈到很多的事件 都是有关这件事 那这个取代神学的里面呢 他就谈到说 神已经弃绝了以色列 但是他拣选了教会作为他的救赎 所以他们就理解成 这个所有圣经上面好的东西 祝福呢 就把它全部都改成是教会的 那些不好的东西呢 就留给以色列 但是你这么做的时候呢 你发现你不能够很好地去理解这些语言 那这个以色列的复国复苏呢 是现今世代的一个神迹 那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 我们看见很多伟大的事情发生 就好像例如讲到摩西 过红海 分开红海这件事 那我们都很盼望 我们可以生活在那样的年代 如果我那时候可以回到那个时代去看 多好啊 那你们猜耶利米他说什么 但是耶利米呢 他说不一样的信息 所以这个就是耶利米十六章十四节的信息说 耶和华说日子将到 那 it shall no longer be said the lord lives who brought the children of israel from the land of egypt but the lord lives who brought up the children of israel from the land of the north and from all of the lands where he had driven them for i will bring them back into their land which i gave to their fathers behold i will send for many fishermen says the lord and they shall fish them and afterward i will send for many hunters and they shall hunt them from every mountain and every hill and out of the holes of the rocks 这个 I think we'll just everybody can read it OK 这个是在屏幕上面的经文 耶利米就说呢 这一日要来到了 when the exodus and everything that is a part of the story of the exodus is not going to be the main event anymore 那这个出埃及记 出埃及记有关的这些事 已经不是现在那个主要要发生的事了 那再也不会是那个让人们感到惊奇的那个事件了 哇 到底神过去是怎么把这个红海分开的 当你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 你们有多少人感觉到 哇 这个真的是太神奇了 我觉得应该是每一个人吗 包括我自己 我也是这么认为 我觉得这有可能是圣经里面所存的这些故事当中最奇妙的一个 这是每一个小孩最先学到的圣经故事 那我小的时候呢 我就是看这个 Charlton Heston 他制作的这个 十届的这个节目 我们当时候在以色列呢 没有有线电视 我应该说 我们以色列是有 但是我们家没有 那我跟我的弟弟呢 我们就是看这个录影片 那我记得我们当时候呢 就是一天看两次 那当我过去看到这个海这样分开的时候 那甚至是在过一些年日 那个埃及王子这部动画出版的时候 那那个场景真的是 我看到的时候就让我整个的急著都震撼起来 那但是神接着耶利米先知说 当有一天 这些过去的像出埃及这样的事 都会成为小事 不仅仅仅是过去那种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家带出来 但更加奇妙的是 那个时候神会把它分散在四地的子民都带回来 你们猜 那个时间就是现在 那个时间其实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 已经有七十多年 甚至是更长远了 所以我们应该为这个欢喜快乐 那在以色列明呢 也是有谈到神说 我要把你们从列国招聚回来 那这个以色列明他回归的这个事件 真是一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我们看一些这些帝国 他们曾经丰盛 但是他们又跌倒 很多时候他们为什么会跌倒呢 就是因为他们跟以色列处得不好 然后呢 他们就没有办法再复国 那很多呢 这些的国家已经变成了废墟 甚至你只能现在找到几块石头 the Babylonians 巴比伦 the Assyrians the Medo-Persians the Greeks 西纳人 the Romans 罗马人 那个奥特曼这个帝国 那个过去的前苏年呢 它也是很伟大的一个帝国 但现在已经分裂了 那大英帝国过去 也是现在也没落了 那之前我们在香港服侍 现在我们来到这里 那这里跟香港 都是过去英国的殖民地 那包括我们 从我们生长的柳西南 我们回归的 那这些帝国很多都已经不在了 其实也是近些年发生的事 那从来没有过 一个国家已经分裂了 它又再可以聚在一起复苏 那个语言死了又可以复苏 那现代的这个西伯来文呢 其实已经有一百多年 没有很好的大家去应用了 那它是透过这个 犹太会堂里面 所保存的圣经 把这个语言保存下来 但是口语上的这个西伯来文呢 跟圣经上面用的 这个西伯来文是很不一样的 你们有多少人读过 那个旧的英王清定本 这本版本的圣经吗 或者你们有读过莎士比亚 我其实没有读过 太复杂了 那这个圣经呢 其实就好像莎士比亚 不过更老 不单只是五百年 甚至是两千多年这样 当这个西伯来语言 它能够复兴 重新被使用 真的是一个神迹 世界上从来没有发生这样的事 因为在许多的地方 我们都看见 以色列就是这样的 一个奇妙的民族 那这个以色列的复国复苏呢 其实对世界来讲 是一个明显的迹象 在Isaiah 49 verse 22 它说 Thus says the Lord God Behold I will lift my hand in an oath to the nations and set up my standard for the peoples They shall bring your sons in their arms and your daughters shall be carried on their shoulders The word here for standard is the Hebrew word nes 那这个标准 这个字standard 其实在希伯来文叫nes 什么是一个标准呢 在希伯来文这个nes nes 那这个nes在希伯来文 它表的是旗字 旌旗 还有一个迹象 甚至可以代表一个神迹 那很多时候当我们 庆祝这个修炼节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 那这个旗旗旗它到底用来做什么呢 我们看到有许多的旗在这里摇 在我们的敬拜的环节 我看到在我们这个地方有各种的这些的惊奇 当我们驾车的时候呢 我们看见外面也有许许多多的标志广告 这些都是用来去传递一个信息 那特别是这个是用来在战争的时候来传递信息 那现在的这个军事呢都是用这个无线电来彼此的沟通 那在那个过去的古老的年代呢 基本上都是用着这个旗旗来沟通那个战事 但是今天你看到呢 虽然我们可以用无线电呢 但是这些军队当它已经战胜了 占据了一个地方的时候 你看到它还是用旗旗来 那就是这个旗旗就是代表了说 谁正在控制了那个的区域 可以来展示一下我给你们的那个照片吗 这些旗旗旗旗还有这些的图像 其实要跟你们来宣告一个信息 我会跟你们解释你们看见这个图是什么意思 这个就是在以色列的军队里面这个工兵所用的 在这个第二次黎巴嫩战争的时候 当时有一个记者给我们拍了这个照片 你们有认出这一个士兵在举起的旗吗 那这个旗旗是 这个恐怖组织的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以色列军队 在第二次黎巴嫩战争去打击的敌人 那你们看见这个是在以色列边境拍摄的 那个后面的那些已经是属于黎巴嫩的地方 那当我们这样驾着这个坦克 是拿着敌人的旗回到我们的地方的时候 那个记者就一直地拍 那你们可能会问 我怎么会知道这么多有关这照片的事 那可能你们已经看见 好像有一些相似 那个前面右方的就是我 那不要走太近 那这个其实在第二天发生这件事的时候 就已经在以色列的头条 也是在世界上许多的报章上面 那我的父亲很有智慧 他就花钱把这一幅照片的 那个从记者的手中买过版权 爸爸这真是一个很好的主意 我为什么要跟你们展示这个照片 如果我要问你用一个词来描述这个照片 你会用什么词 已经有了这个背景 如果一个词你们用什么 那每个人基本上都可以知道这个词 那真的是这么的明显 你都知道这个照片对你们传讲是什么信息 所以这个记者他在拍的时候 其实他也是领受这样的一个信息 所以这个旗帜是来传递一个很强烈的信息 那神就透过这个以赛亚书来对列国说 我会来借此来作为这个旌旗 作为这个迹象 来让你们看见 神就会用着这个来对以色列对着列国 来沟通告诉你们 现在这个世界在发生什么事 那在这个经文里面 你们也是可以看见 是列国的人也把以色列民 带回到他们的地方 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这个有关旌旗的 是在以赛亚书11章10到12节 那就是当那日 这耶稣的跟立作万民的大旗 外邦人就寻求他 他的安息之所大有荣耀 那当那日呢 主必二次伸手救回他的百姓 这些的渔民从世界的各地回归 那耶稣其实他就是这一个旗子 这一个旗旗 这一个迹象 来把他显给整个世界 那这个以色列民聚集 再一次聚集回到以色列呢 其实也是一个迹象 那这要跟我们说的是 我们已经活在了末世 那我们回想一下 在过去的那种老电影 有一个人呢 他就是走在他军队的前面 拿着一面棋 那那个仇敌呢 总是会去攻击 这个可怜的拿着旗的人 为什么呢 那当这个旗一倒下的时候呢 我们讲以色列讲 巴拉干 就是一切都乱了 说巴拉干 那你们又学了一个希伯来的词 有很多的混乱在其中 那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 那个魔鬼仇敌 他就是一次又一次地 要把神的这个旗旗 给打倒机会 那他尝试去摧毁耶稣的生命 当耶稣要出生的时候 那他尝试去试探他 让他把他的权柄交出来 那他甚至是尝试去灭绝 亚伯拉罕的那个后裔 要灭绝这个旗旗旗 那他知道如果 魔鬼知道 如果他把这个神的旗 这个神的这些救恩的计划 摧毁的时候呢 一切都瓦解了 那我们知道呢 神是一定不会让 这样的事情成就的 那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切 那神对我们的应许 也是告诉我们 这些事情永远不会成就 那这个以色列的 复国复苏呢 也是耶稣第二次 再来的一个先决条件 I like how in 2 Samuel 14 verse 14 it says for we surely die and become like water spilled on the ground which cannot be gathered up again yet God does not take away a life but He devises means so that His banished ones are not expelled from Him what is Samuel what is it speaking about here in the book of Samuel 那这个撒末记 这个地方 到底在讲什么呢 we all eventually pass away 我们最终都要死 and like water that is spilled out on the ground it can't be picked back up again 那我们就像那个水 泼到了地上 不可以收回 but God does not want us to perish 但是神呢 祂不想我们灭亡 那神是这么地爱这个世界 祂把祂的独生子都舍弃了 因为祂不想世界上任何一个人灭亡 祂想每一个信祂的人都可以得救 所以祂就有一个的计划 祂做出一个计划 所以那些已经远离了神的人 不会与祂隔绝 那神也借着这个救恩 把外邦人也带进祂的里面 那很多时候是 也是因为这个以色列人 他们拒绝米赛亚 就是因为这个以色列人 对这个救恩的拒绝 这个救恩才临到了外邦人 但是呢 神也是有这样的计划 让这些以色列的人 没有完全地被离弃 那你们知道吗 其实这个救恩的计划 很多有你们在参与在其中 那在这个以赛亚书49章的地方呢 就讲到许多人 把这个以色列民给带回来 我觉得不单只是一个 看得见肉身的 还代表灵里面 那神呢 就在我们现今的这个时代 在成就这些事 在这个马太福音23章的 这个37到39节 我们看到 这个以色列的复苏 跟耶稣再来的一些关系 哦, Jerusalem, Jerusalem the one who kills the prophets and stones those who are sent to her how often I wanted to gather your children together as a hen gathers her chicks under her wings but you were not willing see, your house is left to you desolate for I say to you you shall see me no more till you say blessed is he who comes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Baruch Haba B'Shem Adonai when Yeshua says Jerusalem he's speaking to the nation which Jerusalem represents 当耶稣他讲 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 其实他在指代的是 那个国家 耶路撒冷 他也代表以色列 当耶稣在讲 有关耶路撒冷的事的时候 他也其实在讲 以色列的事 你是不会看到我再回来的 除非你们愿意接受我 欢迎我回来 耶稣在这几节的经文里面 讲到一些很重要的事 那些耶稣的门徒呢 他们就听到了这些的信息 那他就说 就是讲到说 你的家已经成为了荒场 你知道这个经文 当时的背景是什么吗 那就好像在说 西亚坡的那个中央银行 MAS要倒闭了 那你就会想 哇 这会是什么意思呢 那就会没有 这个交通 经济 然后电 各种生活的供应 都没有了供应 那这个圣殿呢 其实是以色列的 这个宗教 经济 文化 政治 等等的一个 很重要的中心 当耶稣说 当耶稣在谈到说 你们的家变成荒场的时候呢 其实他们当时的人 都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那其实耶稣不单止谈到说 他不想这个审判发生 但是其实也没有流转过来 他也在谈说 他要回来 很快的一个测试 那耶稣会回来的时候 回去哪里呢 他会回到新西兰的 奥克兰吗 他会到这个滨海湾 新加坡这个地方吗 他会去曼哈顿 纽约的这个地方吗 不是 他回来的时候 会回到耶路撒冷 他会回来统治 治理这个耶路撒冷 那耶路撒冷是不会看见这样的事成就 直到犹太人 甚至是我们都一起欢迎耶稣回来 那不再像以赛亚书的53章讲到 我们取笑他去编打他 不迎接他的那个样子 那这个以赛亚53章讲到 我们不看耶稣的脸 我们不看他因为他当时的面容是很强 为了让耶稣可以再回来呢 我们需要同心地来宣告说 对主说 奉主明来是应当称颂的 那在这个犹太的文化当中呢 教导我们 弥赛亚的回来 是因为我们的好行为 那我就会跟他们说 这其实不是以赛亚先知在讲的 那在以赛亚书64章呢 就谈到神说 你们的所谓的好行为 在我面前看上去像破步一样 他们根本没有让我觉得你们很好 那这个对于以色列选民的这个救恩呢 就单单是神自己的工作 但是呢 我们也是由我们要参与在其中要做的 神其实他不需要我们 但是他想我们参与在其中 他想我们成为他的同工 他其实想让我们成为他的器皿 可以在这个世上成为光跟成为盐 那除了这个以色列 他一个看得见的一个复苏呢 我们也看见以色列 有很多奇妙的事在发生 那就是那些以色列的这些信徒 在发生的事 虽然现在的那个群体还很少 可能也有点脆弱 那如果我们看 举个例子 从一个人生下来到他到老 那如果说这个基督的肢体 在加坡来讲呢 是像一个二三十岁的 这样的一个年轻人 还很健壮 他们可以独自地站立 那我觉得以色列的这个教会的肢体 我形容它 它就好像一个六个月大的婴儿 这样的健康状况 那还在学习 怎样去爬 怎样去运动 那其实是没问题的 那其实很好 因为几年前呢 其实根本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这个以色列当中的 这个犹太的一个米赛亚信徒呢 其实只有0.3% 然后呢 只是大概有20千这样的人左右 真的是很小的一个群体 但是呢 他们现在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力 那我要跟你们讲 我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牧师 我们看到有以色列人 他们要回归到这个信仰的里面 那就好像在八月底的时候 我们才刚刚为两个以色列人来洗礼 那每隔一段时间 我们就看到更加多的人 他们愿意把他们的生命献上给主 那在昨天呢 我的这个海法的这个区域呢 就有这个福音性的这个活动在进行 那他们就分享福音也有免费的这个饮料 给成百的几百人 那他们呢 在那个福音的工作里面呢 就求神来医治 然后神就神迹般超战的运行 在这些病人身上 我还没有得到整个完整的这个报告 但是我看到了神正在他们身上 做很奇妙的工作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始种子 就是我们接下来会看见要发生的事 当这些人来到的时候呢 神把他们眼前的那些蒙蔽拿掉的时候呢 他们就会看清楚这些事情 那我们也是很需要你们的祷告 我们也是很需要你们在背后对我们的 那整个的以色列国 其实很需要你们的祷告 很需要你们的支持 所以这也是神怎样 命定我们在这个福音的合场上面 我们来要做的 这一次我要讲的是 这个以色列的复国复兴 是耶稣再来的一个先决 这个是一个对以色列对列国来讲 这就是末世的迹象 我知道你们当中已经有许多人在做这样的一个 对以色列的支持 但是我们需要你们更加多的祷告 也帮助以色列的这个信徒也能够起来 这也是你们身上的一个的呼召 你们作为这个信徒有这一份的呼召 虽然你们可能你们资源上很有限 但是你存着诚实的心来寻求神的时候 神也会透过你可以做到的方式来参与在其中 那我们现在将会以祷告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分享 那请大家可以站起来吗 那我想大家都敞开你们的心来对着神 主要我谢谢你今天这么清晰的对我们说话 主要我们谢谢你有这么清晰的一个迹象来对世界正在来说话 主要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正在让以色列的百姓从四处回归 主要你对我们讲到这么清晰的一个信息告诉我们 世界已经来到尽头了 我们更加靠近那个尽头过时 我们很盼望能够跟你 在你回来的时候我们与你一同在千禧年里面来掌王犬 阿爸父我要谢谢你让我们有这一群的弟兄姐妹跟我在一起 我谢谢你他们有这一份的热气他们的渴望愿意来追随走你的路 虽然有时候真理跟这个世上的价值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我谢谢你让我们这一群弟兄姐妹愿意走在你的真理上 主要我要来祷告你来祝福他们 来遵用他们透过你奇妙的方式来做 主要我也要来求你给他们聪明智慧 引导来帮助他们怎样来走这一段路 主啊我们要一同来在这个荷场 丰收的荷场上面来工作 这些庄稼都已经熟了 来一同来建造以色列 复苏以色列也建造以色列的这个弥撒亚的信徒 主啊你也祝福我们手所做的这一切相关的那些的工作 主啊谢谢你因为你是大能拯救的神 主啊我谢谢你开出这样的道路 让我们不至灭亡 主啊我们也谢谢你让我们随着时刻 随着年月我们能够与你更深的联合 我们谢谢你有这个祝福 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时刻 可以在你里面欢喜快乐 我们谢谢你今天你来到这里 也与我们每个人相遇 主啊我来祷告 要这个过去几晚 甚至是今晚的这个信息 进入到每个人的心中 他们就能够紧紧地抓住 主啊真的是这个好种种在这个好土的里面 然后就能够结出那个丰盛的这样的一个果子 在他们的生命 主啊我们赞美你荣耀你 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奉耶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